哇 滚蛋嘛 肿瘤君 对 滚蛋嘛 肿瘤君其实演过好多次 对 我之前看好别的节目好像演过 我会觉得这个戏不好演 就是演的人太多了 在表演上也好 或者在编剧上也好 其实很难再有别的想象空间了 在比赛里面 他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剧本整个结构上 会能够在很快的时间点内 能够敲到那个观众的那个心里 就是说他的节奏上有问题 就人物的这个情感变化就没有 是的 就是演员要干眼前去 对 对 对 因为熊顿是你们都很喜欢的 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就是你拿捏这个 重新改编这个分寸是非常困难的 我在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 我都没看出来 我都不知道抓什么 肿瘤君改编的这一段里 我希望观众在看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会觉得那么的催泪 有点像一个回流的东西 就第二天再留到他心里 大家会在编剧和剧情上面 会提出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漏洞 或者那个地方是不是有bug 我其实会有点心里约没有底了 就开写吧 因为咱们确实没有时间了 咱们在 好吧 我们再调一下剧本结构 这个沙发也不够穿了 本来时间就挺有限的 好 我们背词去吧 好 辛苦 辛苦 明天早前见 我会觉得看上去之前那个 方便比较好 这准备复杂了 就是签了 还拿着冰箱 每集到位上 剧本是个基础 你表演再好 你导演的手法再高明 剧本不好 你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来不来 来没有用啊 没有定 这个剧本还不是我们 最终呈现的剧本 我们先开始 先简单地顺一下 又不是说吧 我是想要我活着的时候 别着急 你要再偷喝酒 沉睡的就不行 他有几句语言 用的不是特别准确 他现在的写法呢 他这个目的就不突出 今天早还是明天早 今儿走了 今儿走了 没有时间了 故事本身存在问题 然后就是一想往前推 都感觉有一种 有心无力的感觉 感觉有点推不动 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疯了 那个心情很绝望吧 就是 这里研究 如果没有出过他 真的就 在这点情况 春春这一次压力非常大 一上场之前的 五个小时左右 才有一个最重要商场的剧本 没有 你胡说 对 你胡说啊 你胡说啊